我想今天有提到這個基隆的這位 我們的民眾在家中死亡的這個個案 事實上今天下午那家基隆的醫院 也有稍微做一個說明 主要是說因為他到醫院去的時候 他的所有也沒有肺炎的變化 X光也都是正常 SPO2血氧濃度都是100 所以他當時去的情境 確實是覺得是說 他應該是可以稍微回家中休息 然後再觀察狀況 但是從這個個案 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Omicron的這個雖然是以輕症為主 但是不可會言的 只要被感染了以後 在某些人的身上 他的變化性還是相當大 我想這也是我們要特別留意的地方 那就像這樣子的一個個案 他是不是說以後應該可以的話 應該把他移到加強版的集中檢疫旅館 讓有醫護人員來monitoring的話 那他的安全度就會高一點 可能就不會發生今天這種遺憾的這個情況 那當然剛才主持人有提到這個三加四的問題 我想我也是稍微說明一下 事實上一開始的policy是說希望從十天說到七七天 但是我也我也常在節目上講 就是說如果你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的 居隔時間長達七天的話 他有的人根本就是他塞他快塞陽性 他就不報案了 他不報案 他不講他就隱匿 那隱匿的話其實對社區的風險是最高的 所以後來討論過後才會覺得說那乾脆 還是要先居隔三天 然後三天起碼就是說讓大部分的 如果是陽性確診者的話 可以在三天內把他發現出來 事實上我們從過去的案例到現在看起來 在居隔中就是密切接觸 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在居隔當中 被發現陰轉陽的個案數 大概是七個人到十個人左右 七個人到十個人 所以如果我們透過居隔三天 再加上後面四天 他每一天都要出門 都給他快篩快篩快篩 基本上應該可以把九十percent的人 都把他攔截下來 所以就是說三加四這個案子 我也要跟各位報告 事實上國外因為已經走走了一段時間的 與病毒共存 所以在國外的情況是怎麼樣 像美國他是密切接 這些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是沒有隔離的 沒有隔離 他就是你自己就是說 就是說觀察五天後那快篩一次 那英國是七天 每一天要快篩快篩快篩 你才能正常的去出門 那當然臺灣狀況不一樣 因為我們現在才剛剛從要從 清零走向與病毒共存 所以民眾如果你一下把七天縮回到零天的時候 民眾可能更會擔心 這個病毒外疫的風險 所以三加四有時候 我們是在避免病毒外疫的風險 與讓民眾願意主動篩檢 主動通報之間去找到那個平衡點 所以那天出來的時候 講到三加四的時候 其實有一屆的朋友就說 哎 副院長這樣會不會衝太快了 其實一屆有人認為是說 應該十天先變成七天是比較安全的 十天變成七天是比較安全 他說副院長 你如果認為三加三天加四天會不會衝太快 可是有了縣市首長又說會不會衝太慢了 應該是從第零天就每天快篩 每天快篩根本就不要居隔了 所以在中間來講 我才會講說三加四 就是最後在找尋避免病毒外疫 與民眾願意主動篩檢 主動通報之間的一個平衡點 可是他中間有一個關鍵 就是你快篩劑要夠 對 假如你快篩劑 他在家裡不敢出來 要不然就是他不曬就跑出來了 都是風險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